親愛的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有話要說 我是鄭嘉瑜 首先呢 預祝我們的觀眾朋友母親節快樂 我想啊 最近在灣區呢 大家可能都有聽到一個消息呢 其實在去年底就開始了 那就是傳承三代經營71年聖河西最老字號的手工豆腐店 在去年底永遠關上了店門 許多老顧客對再也吃不到綿密細緻的手工豆腐 也對那些留不住的美好滋味和回憶唏噓不已 曾任導演的本台記者歐志周 將聖河西豆腐店的最後一段旅程記錄了下來 而這一部記錄短片入選了今年度的雅美電影節 有話要說 今天很高興 我們現場就邀請到了 聖河西豆腐店的老闆娘陳溫英 還有歐志周來到現場 Amy 你好 你好 佳穎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想很多人看到你應該這個往日的美好回憶又勾起來了 非常想念大家 是 歐志周 你好 佳穎 你好 非常高興今天能夠上你節目 是啊 而且今天來的身份 之前訪問你是以本台記者的身份 現在訪問你可是大導演 算是小導演 小導演 恭喜你喔 謝謝你 這個是在美國拍的第一部紀錄片 這個是來美國十二年之後拍的第一部紀錄片 也是第一部短片 那麼這也是我在上電影學院畢業之後拍的 二十年之後拍的第一部短片 之前是學生時代的作品 之前在上學的時候在學校唸電影的時候是有拍過幾部短片 不過都是劇情片 紀錄片是第一部 哇 第一次耶 那也很恭喜你入圍了今年的這個CAMFEST雅美電影節 是啊 非常這次真的是非常榮幸 因為他們其實我在拍這部影片的時候在告訴這個影展方面 告訴他們說我有這部影片看你們有沒有興趣要播 那麼他們也沒有看過我的全片就看到我拍的一些畫面 就覺得說很有意思可以參戰 那麼我就幸好有他們的 對 幸好有他們的那種信心 也不能夠辜負他們的期望 我就把這部短片做出來 而且一直到前幾天還在趕工呢 對啊 直到上個星期 因為我畢業自這個電影學院已經很久了 那麼在二十年來 這個電影的技術發展都很快 所以要很多東西都要重新再學習 是 緊接方面訪問方面這些東西還好 因為這些在日常工作上都有運用到 對 只是說在後期製作方面有很大的差距 跟我從前學的有很大的差距 可能跟你原來想像的也不大一樣 對 這方面的困難我們可以稍等一會繼續再來聊 我想想請問Amy的就是 這個店已經經營了71年了 是 然後傳承了三代 就從你公公的爸爸 對 從他開始跟他的一個朋友合夥 那時候在二戰以後 日本都沒有什麼食物 就是生活非常困難 他們就來到美國 然後開了一個豆腐店 之後他的朋友退出了 我公公的爸爸跟他就開始 跟我公公就開始一直做到 後來傳給我先生 而且你先生也很幸運喔 娶到了這麼賢慧的老婆 我也覺得 跟他一起接下了這個種類 我很幸運 因為公公婆婆對我很好 先生也是很好 我很幸運這麼一個很特殊的工作 而且我非常喜歡的工作 可以讓我做這麼多年 你自己嫁給她是24年 24年 對 我們結婚24年 結婚之後就開始做豆腐 對 結婚之後 有很多蜜月啊 沒有耶 所以他家裡人的結婚禁日 都是 Thanksgiving 因為我們只有那個時候放假 就放一天啊 一整年 那個時候放四天 Thanksgiving 就是一個 weekend 所以他哥哥結婚禁日 跟我們結婚禁日都是同一天 都是 Thanksgiving 都是那天才可以 全家當那時候慶祝 對對對 哇 好玩 所以其實你很 Enjoy 的 那為什麼決定要結束呢 我想 造成這麼多人心中的傷痛 我們也是非常非常捨不得 很難過 就是整個被 怎麼講 被大環境淘汰吧 就是 現在方面 房租也很貴 人工也很貴 然後我們器材也老了 我們也老了 然後我覺得 很難再傳承下去 就是種種 種種種原因 所以就決定休息吧 是 那當初決定要這個 退休的時候 有想過會引發這麼大的迴響嗎 沒有沒有 就是我想會有一些老 老客人會捨不得 就是這樣想而已 所以我們想說 我們就跟幾個老朋友講一下 老客人講一下 然後悄悄就關掉了吧 就沒有想到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 就被我們媒體知道了是吧 對對對 首先是 Mercury News 的記者來採訪我們 然後第二天上報之後 那距離我們觀點大概三個星期 從那天之後就是每天都很多媒體 日本的 美國的 還有我們世界日報 都來採訪我們 然後每天排隊 三個禮拜 每天都是一早就排隊 排了早一條街這麼遠 然後每個人都非常有耐心的 來跟我們說道謝跟道別 然後非常感動 是哦 那歐治州是什麼樣的這個想法 會想要把這個故事當成你人生當中 畢業之後第一部紀錄片的題材呢 其實也算是天時地理人和的因素 那麼在十二月的 十二月底的時候 我是採訪主任 那麼當時在選題材 選故事的時候 我就找到這個Milkery的這份報導 那當時和同事 萬若全說的時候呢 他就說 原來他已經採訪了Amy 已經做過了 就採訪主任不知道了 對 那我就說 那你有沒有去拍的過程怎麼樣 那麼 那我還說跟Amy採訪的時候 過程非常愉快 只說 可惜的就是沒有拍到他們製作的過程 那我也覺得非常可惜 然後這一種東西是 你一失去就重新找不回來的東西 這也是紀錄片很可貴的地方 對 那我們再繼續跟您聊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下片段好不好 就是你感攻感的很厲害的 我們來看一下成果 然後我們放了重量 然後把水放進去 然後把它召扭一下 然後把水放進去 去做間鋪 然後我們把它召扭一下 both at a certain point we take all the weights off 我们现在是星期五的周五 做现场 今天正好是做现场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 有任何想跟Amy 或是欧志周聊聊的话 或者想跟他们说的话 都欢迎随时打电话进来 18006166220 刚刚讲到欧志周 发现了很棒的题材 然后本台记者也已经很尽责的 早就做过了 然后你还是觉得 有东西可以留住的 是的 最主要的就是 我发现整个过程 我们完全没有记录下来 那么这个由于是手工的东西 一失传作 也没有人再去继承这个 算是组业 所以如果没有了这份记载 觉得非常可惜 所以当时我是以这个 oral history 的方式 想去采访 想考树历史 对 那么当时我也是告诉Amy说 让我们来拍 让我来拍 那么由于是我自己一个人下去 也比较容易去现场 比较躲在一个角落头拍 不会干涉到他们工作的进展 尤其他们最后一段时间 非常忙 非常忙 对不对 对对对对 经过媒体大力的报导之后 对对对对 老朋友新朋友都出现了 对对对对 好多人从外州赶回来啊 这样子很多很多人来 嗯那三个礼拜每天大排长龙 你刚刚讲 对对对对 有很多这个在外州的 从小吃你的豆腐长大 对对对 这句话很怪怪的 从小吃你的豆腐长大 对是很多很多 我看他们从 怀孕开始吃到 到小孩子 现在都上大学了 然后他们就从学校赶回来 给我个hug啊什么 嗯 非常感动 很多很多人从外州赶回来 是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 这个令人感动的瞬间 那我们可以稍微 等会儿再聊 现在先看看 其实你们真的是一个 历史久远的 手工豆腐店 可以算是国宝级的 对咯 这个是 这个是多少年前的 这个 日本的杂志 对这个是很老的 日本很老的一个杂志 但是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那是我公公 我先生 那时候还很年轻 跟现在差不多啦 吃豆腐可能对皮肤有帮助 做豆腐 对皮肤会有帮助 每天蒸汽 肌肉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日本的杂志就报导你们 对他们其实蛮常 蛮有常来就是会 因为在日本也找不到 这种手工豆腐 也没有什么人在做 哦是哦 现在日本也找 几乎找不到 对因为这个太耗时 太慢了 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本 这是美国的杂志 这是美国的杂志 对对对 他们也来特别 可以报导这个手工豆腐 就是很多人都来报导 因为蛮 unique的一个 business 所以他把这个怎么做豆腐的 对对对 都很详细的写在这里 对对对对 然后真的好多媒体的报导哦 美食的也好 Local新闻的也好 对对 所以你们这家店真的存在 尤其是我们弯曲人的记忆当中 真的很多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对就是这次要关的时候 这个次要关的时候 那个日本的一个新闻来帮我们报导 然后我先生看完这个报导说 我冤枉的想自杀 内崩有没有 对啊 觉得好报教 那么多人爱我们这样子支持我们 他说我感觉很冤枉 而且他的标题 一位最终的手机製的豆腐 到最终的71年 20月30日 这是去年底的 12月3号最后一天 他们对 从洛杉矶赶下来采访 洛杉矶 而且呢也就是 这个我们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对这是1962年的一个 license 我们要在清东西的时候 找到这一张 那时候license fee才五块钱 现在多少钱 不是现在啊 好几百了 五块钱了 对对对 那时候我们豆腐一个 我听说我公公刚开始买了 六二年 五分钱一个还是 十五分钱一个 那个时候买豆腐 然后也是 这个是city government 他们主动颁给你们一个奖 给我们颁了一个奖状 表彰你们对社区这么多年的贡献 对对对 非常非常感谢 很感动 对啊 而且他们主动来的 对不对 是的 很了不起 然后你们也在一些历史文献当中留名了 来我们来看看这本宝贵的资料很重的 这是Japan Town的一个 一个整个历史记录的书 前几年发出来的 是关于St. Jose的Japan Town Japan Town 对 然后这里面就很好 这就是我 你们就占了其中的几页 对 这个是公公吗 我公公年轻的时候 对 然后我先生年轻的时候 然后后来我也做了 是 那叫做三代的照片 对对对 他给你的标题是 The best tofu in the world 对 我也这样认为 真的很好吃 对 其实我以前有去买过 真的啊 可能你没发现我 因为你在忙 对 味道记性太差 其实通常都是低纸头看的豆腐很少看的 是 对啊就像本台记者去访问你的时候 你也没发现 对对 我发现你们26台人都非常非常有礼貌 非常跟 王源泉来的时候 说对不起啊 我发现一个好温柔的小女生站在那里 说对不起哦 你电话都没人接 我就直接来 然后我说这谁好面子 也是老公先发现 然后我现在说 他是那个Channel26记者 对 你们都非常有礼貌 欧智州也是非常有礼貌 而且你很低调 原来也不想要任何媒体访问 然后欧智州也是说服了你 好久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很麻烦 因为拍啊什么的 我们因为工作时间就这么多 就是每天在赶 所以要拍的话很不方便 然后 所以我现在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我的想法就是 我想每天把座服做好来给大家吃就好 是 但是答应了之后 其实我相信你应该没有后悔吧 非常感谢我 我只是这么有耐心 哈哈 当时在拍的时候 也是躲 除了躲在一个角落之外 因为 我也是怕被骂 因为怕妨碍到他们工作 我没有人被骂 我相信拍摄的时候 一定有非常多 这个值得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片段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等一下继续回来和您聊 在Silicon Valley 当然很多很新的 充满了变化 可是一些那些古老的很美好的 手工的东西越来越少见了 所以很多人会不会觉得很感慨 有没有来挽留你 太多了太多了 然后就记得一个在Google工作的女孩子 她是个年轻妈妈 然后她第一天开到新闻之后 就每天都来 然后我就说 每天来劝你是吧 每天来劝我 每天来买豆 我就说 Amy 你告诉我你有什么困难 我们一起来想办法 很感动的一个女孩子 对 需要人 她说你要钱吗 我们去找代告 你要地方 我们去找地方 你要人力 我们来设计 我帮你设计一些机器人手笔 她说不要 她说以后我的孩子 我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了 我说非常感动 对 是 很多这种故事 然后这三个礼拜 很多人来排队的时候 应该都会跟你们聊一聊 有 你们的豆腐 在他们生命当中扮演的角色跟意义 对 就是 就是 像有一个 就讲到有一个老人家 他要 快要 在米流的时候 快要走的时候 他就 小孩子问他说 你还有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 那 那个老先生就说 我就很想再吃一口 San Jose tofu 所以他们来买的时候告诉我 就非常感动 我觉得 就是说你不是在做生意赚钱 你还有一些生命 就是说生命都有这么多好的东西 你可以为人家做一点什么事情 那是个非常快乐的事情 人家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然后最想要吃什么 最想要吃的是你们的豆腐 就那个很感动 我觉得说让我 是他让我生命有意义 觉得这个工作变得有意义 那是令我很感动 然后有很可爱的事 有对夫妻 那个太太要生了 然后就在已经开始症痛了 他跑到我们店里说 我要现在吃完豆花再去生孩子 我要帮他们拍照留意 你说那个产妇自己跑来 他先生要带他去医院路上 就在我们就在停了一下 我还帮他们拍了一张照 然后那是很可爱的事 吃完了就心满意 是不是去生孩子 对对对 那是很可爱的 然后还有一个小孩子 他从小不吃肉 然后就是只吃 而且他只吃我们家豆腐 现在他搬到纽约去了 做了律师了 然后爸爸妈妈每次要去看他 说要带什么给你 所以妈妈每次拿一个铁饭盒 铁盒子的便当盒 装个豆腐 然后包好好的放在那个行李里头 然后带过去给他吃 那个是让我觉得很有意义 就是说你这个工作非常有意义 所以住在纽约的小孩 每次妈妈去看他的时候 带的也是你们家的豆腐 对对对对 而且很多小朋友 可以当宝贝富对不对 对对对 很多小朋友就说 他知道这个食物的那种口感 比我们大人更敏感 然后有一个奶奶就说 哇我们家三岁的小孙女 那天我来不及来买了 就去买了一个盒装豆腐给他吃 他说他吃一口就吐出来了 他说这是那豆腐 我要Amy 那是另外一个小年孩 他一岁就开始吃我们家豆腐 所以他每次来 他看到豆腐就说Amy 所以以为豆腐叫Amy 他现在已经两岁多了 很可爱的 我相信一定还有很多其他的美好回忆 太多了 太多了 那么多精彩的故事当中也要删选说哪一些可以放在这部短片当中 因为毕竟这短片是 是短片 是短片 并没有九十分钟以上或六十分钟 就是其实很挣扎 当时就是看他们想的什么东西最精巧 就是最有分量的东西放在纪录片里头 所以这个部分花了很多的时间 之后就是还有后期制作的部分一直会有出现一些问题 那么直到前几天把影片送到LA去做最后最后的关键部分的时候 他们还发现一些技术上的小问题 所以我们就是在幸好有这些后期制作的专业人员帮我们在盯着这部影片 所以现在成品已经剪好了 现在已经送到影展了 我也半送了一头期 你还没看到这个最后的版本吗 最后版本我看了 但没有在电影院看 在电影院也是第一次星期才会看 期待 对什么事情都可以看到呢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和您讲这个分享影展的信息 稍后一见 刚刚讲到了圣河西豆腐 这就是你的纪录片的主题吗 对就叫San Jose Tofu Company 当时也没有想到说要为他特别取什么名字 就是说他这些名字其实已经够分量了 大家知道听到都知道这部影片会是关于什么样的东西 他们一向就是这样的这么的淳朴 所以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名字 可以表达他们的精神 这部电影会在星期一的晚上 在日本城的戏院放映对不对 对在AMC Kabuki 6点40分 就是放一场在这个叫Fighters and Dreamers 就是战事与梦想者的这个节目当中 因为有九部短片 有九部短片对 然后有一些是万区的同样是万区制片人 本地制作 那么也不完全是纪录片 一些是剧情片 不过都是一段片形式 所以圣河西豆腐店就会在其中 就是其中的一部 然后当天礼拜一两位都会出现吗 是我们会去当然要去 So proud of them AMMY会去 她先生Chester会去 所以怀念日本城豆腐的 圣河西豆腐 非常期待 也希望观众能够去捧场捧场 然后告诉我 他们看法怎么样 那么我以后如果再拍摄其他影片的时候 也能够考虑 作为参考 对 哇以后不要转行了吧 我们新闻部也需要你 花业余的时间去拍片 非常棒 也是很辛苦对不对 十二分钟的短片拍了好久 透制了很久 拍摄的时候就是 除了最后一天去拍的时候 除此之外 还有大概三四天去采访过程 之后我还有下去 他们店外拍一些画面 之后后期制作花很长时间 所以从前前后后 十二分钟的节目 也花了五个月的时间 哇真的是很不容易 没有想到拍电影有这么难 以前觉得作动不会难 而且都是业余的时间 然后除了上课之外 就完全没有私人的时间 没有私生活的时间 完全是零 我看电影很轻松 要坐在那边看 看两个钟头 不晓得十二分钟的片子 要拍这么久 最重要就是做出来 大家喜欢 大家喜欢看 而且这个题材又好 对 基督片把这个盛和熙手工豆腐店 我们也非常感谢 因为我们一直拒绝很多采访 我们那种先生是非常低调的 这一支 就只答应了欧志周 很感谢欧志周 坚持 所以我们还是独家 非常感谢他把这个 答应对了 谢谢 要看到电影成品才能说这句话 非常感谢他把这个 最后这个 这种手工制作的 把它记录下来 真的我们都没有记录 对 很重要的 聊聊最后那天你的感想 你的感受 脑子一片空吧 因为太感动 每天那么多人来 然后就 你说到很多人给你卸卡 很多很多 然后就一大碟 不到现在都没有回 因为有很多 都不知道是谁给的 就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 然后很多 好 有的好像十几年 都没有看到 因为有些像一些 像我公公 他们那一辈的 很多都已经不会开车了 就那他们都 都来 这样子 就非常非常感动 然后最后一天 我也不记得了 反正那最后三个礼拜 每天都是 大概中午以前豆腐 就买完 剩下时间 就是在跟大家聊天 照相 跟大家拥抱 然后我看了多少人 我也不记得了 就是 好多好多老客人 也好多新朋友 好多人说 我都不知道 原来这边有一家 藏了这么一家 老店在这里 对 非常非常感动 而且最后一天 买到最后一块豆腐 被我们欧智州拍到 对啊 最后一天的 第一个客人 跟最后一个客人 都有拍到 那么公公最后一天 也有出现 那么我有记录到 这个画面 其实看到也是 真的非常感动 对 那你有去访问一下 那些排队 排豆腐的客人 有访问一些 有些真的是第一次 就是听到我们的报道之后 看到我们的报道之后 就专程的去 去尝试一下 对对对 很多的华人来 谢谢你们的报道 很多的华人来 对 有些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些 所以在日本的社会 大概90% 都知道我们的店 但是华人 当然还是 因为看我们报道 来了很多 早知道早点报道 我不用乖 在考虑考虑 所以真的受到很多 大家的怀念 也就是借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真的非常感谢 虽然没有办法一一的 回谢卡文说 我真的在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这么多年的支持我们的 非常感谢欧子周 太厉害了 拍完这个短片 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其实 15秒 最重要的就是 很有被这个短片激励 那么以后还会 继续拍几部短片 那我本身也在 写一些唱片剧本 希望你往后能够 朝这方面 能够有做更多的贡献 那你自己呢 做了20年豆腐 最大的感想 最大的感想 就是认识了很多 很棒的人 然后分享了很多人的人生故事 所以谢谢还是谢谢 无尽的感谢 无尽的感谢 真的 好想再吃到你的豆腐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谢谢嘉瑜 再回来 谢谢 谢谢